我們看這集 ABCD分別代表1到9的當中四個不同的數 那麼這個數它的最大值是m 最小值是m 那麼m分別多少 這個是選擇比 我們來看看這個最大值是多少 我們看 這A分之B加上C分之D 什麼時候會最大呢 你這個要把它盡量選最小 上面盡量選最大 所以我們只要驗證兩種可能 就是1 2 這裡是8 9 8跟9 跟什麼呢 跟這個 1 2 9跟8 比較這兩個看哪個比較大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2分多少呢 16 16加上9 這是25 這2分多少呢 是8 加上多少 8 26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所以最大值是這個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13 最大值是13 我們看這小值 最小值的話 你上面就盡量小 下面盡量大 所以下面是8 9 上面是12 或者是 8 9 21 那他最大的話 一定是這兩種其中一個 98 72 28 16 16加上9 這是25 那另外一種情況的話 可能的情況 9872 9 928 加上8 這是26 這個還比他小 所以最小值是這個 最大值是這個 好我們來看選項 這個選項 他說大N是12.5 沒有啦 大N應該是13 大N應該是3分之1 沒有啦 大N的話應該是70分之25 所以答案應該選D啦 大N的話 也是等於72分之25